癌三期冰死归来。 蔡碧明心身体症,身心安逝,自然不生病。 皇帝内经告诉我们,如果你愿意在心神下功夫,疾病就不会找上你。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,皆为之虚邪贼风,避之有识,甜坦虚无,真气从之,精神内守,并安从来。 是以至显而少欲,心安而不拒,行劳而不卷,气从已顺,各从其欲,皆得所愿。 故美其时,任其福,乐其俗,高下不相目,其民故约朴。 是以事欲不能劳其目,吟邪不能获其心,于至贤不孝不惧于物,故何于道。 所以能年皆度百岁,而动作不衰者,以其德权不威也。 皇帝内经诉问,上古天真论。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,皆为之虚邪贼风,避之有识,上古圣人教导人们要及时回避外界的虚邪贼风。 因为传统医学看待疾病的成因有三种,其中之一来自于外因,就是外来的风、鼠、湿、躁、寒。 可是生活中有时还是难免与虚邪贼风相遇,奇怪的是,处在同样的环境中,有的人会生病,有的人却好好的,这是为什么呢? 关键就在于一个人体内的正气。 正气分成两种,一种是后天之气,一种是先天之气。 后天之气透过饮食补充,好的食物能够滋养身体,不造成身体的负担,让后天之气充沛。 所以你吃进去的食物得要足够健康营养,能转换成能量,而不是像反式脂肪这类很难排出去的废物。 先天之气则是真阳之气,是每个人从出生那天起,身体里就有的。 真阳之气会汇聚在丹田,透过炼气让先天之气变多以后,你就能在肚脐下四肢浮,也就是丹田的地方感觉到它。 如果你持续修炼,让它从多变成更多,就能打通小周天,大周天,最后充满全身。 身体的正气,一部分流动在体表,保卫人体不受外邪入侵,称为胃气,一部分则走在体内,溶氧五脏,称为盈气。 一个人只要活住,就有盈气,胃气。 为什么风鼠施造含这些外因入侵人体的时候,有的人没事,有的人马上生病。 除了要看这个人身体里面是否有足够的士兵,护卫体表的充沛的胃气,还要看主帅震不震得住,是不是有能力指挥,统御这支军队,让他发挥守卫人体的作用,这个主帅就是你的心灵。 从这里各位就知道,为什么虚邪贼疯,必知有识的下一句要说,田坛虚无,真气从之。 田坛就是田坛,但博。田是慧心,安是,坛就是没有非要怎样不可,不是那么浓烈地觉得我要定了,就像儒家讲的无义,无必,无故,无我,论语,此喊,不顾之己见。 虚无是没什么负面情绪,心里是空的,安静的。这里说心里空空的不是只像个傻子一样,无所谓的放空,让心神在外游走,而是没有多余的念旅,同时有个定力放在精气往来的要道上。 前几讲跟各位提过的梅心,山中,丹田,这三个点都是精气往来的要道,将注意力放在这几个地方,真阳之气就会慢慢征养。 如果我们的心智能够定,能够虚无,拥有良好的心神状况,加上饮食营养健康,让后天之气充沛。 我们的真阳之气就能汇聚,积累,就像孟子所说我善养无浩然之气,孟子,公孙愁伤,外来的风,鼠,湿,躁,还能够侵入身体,影响健康的机会就少很多,当然就不容易生病啦。 是以致贤而少欲,致贤不是说不要有志向,一事无成。因为心不是关在家里,必是隐居就能磨炼的。 所以你依然要在分位里,做自己该做的事,做分内的工作,同时尽量让自己的心不要有负面情绪,不要有多余的念慮。 所以这个闲止的是,把该做的做好,可是对于结果,对于外在的成就功名不要抢求。 如果今天有人要我几个月写出一本书,我会跟他说,抱歉,我想顺其自然做。何必让自己因此熬夜,变得非常紧张呢? 对于心根深以外的任何事,没有非要怎么样不可,这就叫致贤。 而少欲,欲望这个东西,是向外所求的。如果今天只是希望自己的心灵负面情绪少一点,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欲望吧? 所谓比其所保与众义,装子,人间是,只要把握住这个向内的价值追求,其他外在世界的所有就都顺其自然,没什么非要不可的。 心安而不惧,当你知道自己每天在耕耘的那块土地只要有一分耕耘,就有一分收获,你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,不用担心得不到什么,因为你已经拥有最重要的东西了。 有些人赚一辈子的钱,争一辈子的名,追一辈子的情,不就想得到一个叫幸福的东西吗? 这样的幸福感,其实只要你治理好自己的心灵,就能拥有。 你能够了解每一个意料之外,每一个过去认为不幸的事,都是可以接受,可以同情了解的,更进一步,可以安之若命,装子,人间是,把它当作是命中注定班地,安然接受它。 。 你就不会有失去什么的恐惧。 你就不会失去什么的恐惧。 勤劳而不惧,我们已经多次提到,到家是非常有行动力,非常勤劳的。 。 可是勤劳不是受苦,当工作量很大的时候,就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疲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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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很少觉得累,可能因为一直都在做自己很想做,认为很有意义的事情,所以虽然有时工作时间长了点,付出多了点,可是心情很愉悦,勤劳,但没有疲倦之感。 。 气从一瞬,如果守护好自己的心,好好吃饭,好好运动顺遂。 因为太阳周期,你的气就会是顺的,该上升,该下沉的气都能顺畅地上下周流,在该在的地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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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这就是缘分,总有深浅,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到底跟你有多深的缘分,所以顺其自然是最好的。 顾美其实,吃到什么都觉得是好的。就算吃到拉肚子的东西也很美好,吃坏一次肚子学一次乖,再说该排出体外的终于排掉了。 任其福,穿衣服只要补过紧,不影响气血,能让身心安适就好。 乐其俗,安适于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。像是在台湾,网络上好多人都饿狠狠地骂骂人,而且骂人的姿态仿佛自己就是上帝,真理的化身。 如果你了解这样的风气,发现很多人什么坏事都没做也被骂得很惨,那么有一天就算别人侮赖你,骂你,你也比较容易释怀,比较适应莫名地被骂,会觉得这是人生很正常的一部分,没什么好不平的。 高下不相目,听说谁大红大紫,谁赚了很多钱,你也不会羡慕。 因为知道最重要,最值得珍惜的是心的静定,这个追求在世俗价值的高下之外,无法,也无需去跟别人比较。 齐民顾约条,这样老百姓就会很土实,大家不会去盲目追求,堆砌所谓的世俗价值,也不会羡慕那些住在豪宅或是在聚光灯下呼风唤雨的人。 是以视欲不能劳其目,不去追逐令人眼花缭乱的视欲,人们就不会因为这些嗜好欲望而双眼疲惫。 例如手机这东西,电磁波,射频电磁辐射,是2B极致癌物,不仅伤害双眼,我更认为它是一个让人变笨的存在,有一次我在备客时选择关掉手机,发现工作效率提升了非常多。 只可惜现代人的生活不太容易跟它绝缘,所以更要节制,要提醒自己,不要让通讯软体或是电玩这些外物控制你,劳逸你。 银鞋不能获其心,很多是要事可而止。 生命是很珍贵的能量,我们都知道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,要环保,要省电,省水,不要一直砍树,可是你节省,珍惜过自己生命的能量吗? 不需要有念头的时候,你让自己的思虑停止了吗?那像烈火一样,会烧掉体内积液的愤怒情绪,你注意过不要让它随便燃烧吗? 银鞋不能获其心,古人说君子时日而易有余房,春秋繁禄,徐天之道,房中要有节制,不要过度消耗。 如果你知道自己有过度虚索的倾向,可以想办法发能量,把力气用在其他地方,比方说运动,练穴道导引,练拳等等。 虽说饮食男女,人知大欲存烟,离迹,离运,但是欲望的满足是有极限的,再会吃的人也不可能无限吃。色欲也一样。 现代心理学家说注意力转移,为了自己心身的安适,你应该把注意力用在无害心身,更有意义的事情上,培养其他兴趣,慢慢的,你曾经很执着的事物,会变得好像不那么执着,甚至一点也不执着了。 虞智贤不笑不惧于物,这个剧,是手提旁的攫取的绝,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东西是非得到不可的。 顾和鱼道,简单来说,你一定要的不过就是,你的心,你的脊椎,还有你的真凉之气,能迈向更理想的状态。 因为你这么注意住这些事情,所以能够严阶度百岁,而动作不衰,即使活到一百岁,动作依然没有衰老的迹象。 以其德权不微也,德权的意思是,身为一个万物之灵,出生时所有美好德性你都还拥有,还没有亏损。 很多人读庄字,德充福,觉得权德这两个字好稀罕,但中医也讲德权。 什么叫德权?当儒家在德性当中特别区分出人、义、理、智、信的时候,表示出现了不仁、不义、不理、不智、不信,才需要去强调这些德性条目。 就像一个地方设立连政署,表示出现了贪污的行为,所以才要强调清廉。 在出现如学,在人、义、理、智、信特别被强调之前,德性是完整,是无需提倡的,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拥有的所有美好潜质、能力。 以其德全部威也,当这样的德性充足完整,就不是有疾病的危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